好 除了酒驾闯祸 我们要来看看全台高铁站 民众的车辆进出动线 有没有问题而导致车祸发生呢 我们就要来检视一下 高铁台中站一处近站路桥 车辆高速开下陡坡之后 随即就会碰上红绿灯 但完全没有任何可以缓冲减速的平面路段 许多煞不住车的车辆干脆直接闯红灯 尤其到了夜晚 十辆车几乎有七辆车就这样闯了过去 也造成这个地方车祸频繁 高铁外的下坡路段 前面明明是红灯 车子还是一台一台闯过去 交通号制当作没看到 五分钟内十几台轿车全部闯红灯 仔细看右边车道已经变成绿灯 还是得让这些车子快速通过 连开都不能开 红绿灯根本形同虚设 开很快 晚上吧 白天也有 这个路口就位在台中高铁的连外道路 因为红绿灯和下坡的道路距离太近 车子开下来没有缓冲 干脆加速冲过去 也不管路口有五台监视器照样闯红灯 这段常常车祸 为什么 怎么说 车子还蛮快的 有的是会闯红灯会的 再看一次十几台车子呼啸而过 闯红灯闯闯到连绿灯车道都得离让违规的车辆 警方可得好好管一管 最终的连家庆 卢林营 台中猜发报导